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Andy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Campbell的一个房子的remodel ok 神话不多说我们进去吧 因为房子看起来比较黑暗 那我们就在这里呢加上两个skyline 这个是要动结构的 所以我们需要有结构工程师来帮我画这个结构图 然后呢我们申请这里的这个building permit 那我们在这边呢就加上这个fireplace 我们把拥有的这个比较厚重的fireplace给去掉 那加上新式的那当然我们会用那个新的电池屋 然后呢把整体的这个电视墙 电视墙顶到这个sealing上 然后呢再在上面贴这个磁砖 那整体看起来是比较classic 那厨房这边呢 把这个拥有的sealing joist全部都拆掉 然后raise up 那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要加灯 加完灯之后 然后再加两个skyline 就看起来就更明亮了 这边的话那我们也是加上这个raise up 本来这边是可以提高的 但是呢由于这个房子是flat loop 所以这条hallway就是没有办法raise up 那过来这边的话那这边也是我们再加上一个天窗 然后呢再加上一些raise up ok那厕所的话我们就工心发心那位置不变 我们最主要的话就是在这里面加上一个sun tunnel 那现在呢有两种选择一种要么加上sun tunnel 一种呢要么我们做买那种清光灯 清光灯它也会达到这种效果 那拥有的这些piping呢我们都要重新改动 那在这里加上一个sour niche 那这边的话就是主位 那这边的话就是主位 主位我们也加上那个sun tunnel light 然后master bath的话 那我们在这里面就 呃原有的这个结构就不变它 然后这里面重新发现加上那个stool 呃然后加上顶灯和resence light 还有它我看它原有之前 它做的这些其实都不是很符合标准的 这些每一个stool 几乎都已经被切断了 所以这些都要重新做 而且呢很多用这种方式连接的这个pipe 现在基本上都不符合标准 因为如果一边堵了 那两边相当于是也都堵了 所以这种我们会重新做过 那地上呢铺这个瓷装 这边的话我们 呃 的laundry room里面 我们也会加上那个sun tunnel 呃看起来就比较亮 那呢有些这些 exhaust band 也要重新化 要换成现在符合系统的 这个有带有community sensor 这个 exhaust band grudge我们就重新再把它全部 定上新的fire rated driver 然后呢 ceiling也是定上fire rated driver 然后当然中间呃 如果有条件的话 我们也可以铺上这个insolation 那我们会把这个grudge door 也会换掉 然后装上新的resist light 当然现在比较远近的就是mini charger 所以呢我们这里面的呃电箱也是比较老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电箱给换掉 重新升级一下 那地上呢我们会做上这个工业级别的epoxy 那这些做完之后 效果会大大不一样 呃同时也会提升这个整个房屋的这个价值 基本上呢我们在提升整个房屋的价值的时候呢 都会在这几方面去考量 一个厨房厕所升级 还有层屋的灯光升级 还有油漆升级 层屋的这些faceplate outlet plug 这些全部都要换新的 还有门把锁换新的 门也换新的 那这些会对于房屋的升级 起到一定的作用 而且呢特别是在卖环节前 好了我是Andy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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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